龙卷风强击美国华盛顿市大片市区被移平 美国中西部周日与周一遭到一连串强劲风暴雨和龙卷风袭击 密谢根州死亡人数已增加至8人 伊里洛伊州有6人死亡 即州内华盛顿市大片市区被移为平地 有15000人口的华盛顿市市长马尼尔表示 华盛顿有1人上升 250至500栋灵灾遭到摧毁 风暴造成飞机停飞 数以万计人家停电,强风吹翻车辆 树木连根拔旗,电线被吹断 伊里洛伊州紧急事故管理局主任门口稍早说 至少5人上升 他同时警告受伤人数很可能会大幅增加 美国紧急事故管理局后来又证实第6名死则 这起在即未来习得不寻常强劲龙卷风 至今造成多少死伤人不明 华盛顿市严重受损 Enews美女主播综合报道 报纸过时了 用Enews.com.m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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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